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一群穆斯林女学生被当地警方拒绝在校门之外 无法像往常一样到学校上课 因此只能结伴回到各自的家中 这群学生被置于门外的原因 不是因为行为不当或违反校规 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带着西甲布头巾 印度高藤法院在3月15号宣布 卡纳塔克邦将会维持禁止在课堂上带头巾的禁令 这道禁令引发了穆斯林学生和家长的抗议 其中一位参与抗议的女学生阿萨迪说 西甲布是她的身份 而他们却要剥夺她的身份 它不是只是一件衣服 但它是一件衣服 它是感情 它是我的荣誉 我认为我没有人生命 另一位学生艾莎还说 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穆斯林被针对 难道戴着头巾是原罪吗 为什么我们只要取消我们的学生 还有别人在学生 还穿着他们的宗教材 像拼地或手和肩膀 事情演变至今 已经不再是穆斯林学生 家长和政府之间的斗争 信奉印度教的当地人 也发起了反抗议活动 双方僵持不下 最后印度政府不得不宣布 关闭学校 缓解双方的紧张情绪 一名印度教信徒说 如果印度现在不加以管制穆斯林 未来他们或许会得寸进士 当地人权律师表示 这项禁令是如今印度社会 企图边缘化穆斯林群体的攻击方式之一 但这显然违反了国家 在宗教课题上的中立原则 他说最令人不安的是 年轻女性被迫在教育和信仰之间 做出选择 这会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力 印度经历了几次致命性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骚乱 但印度南方地区向来不受波及 但是自从现任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后 政府就通过了大量被反对派人士称为反穆斯林的法律 不过莫迪所在的政党都否认了这些指控 而这次的宗教冲突引起了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关注 他们提出警告 印度社会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或许会继续升级 尤其是在贫民窟或监狱里 在印度 穆斯林群体只占了当地14亿人口的14% 但他们依旧是世界第二大的穆斯林人口 仅次于印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